这个十岁男孩竟然就要生孩子了 医生先是给他涂上神奇油脂 再拿出针管给他注射不明药物 没过多久就出现了明显的胎动 一旁母亲看见这一幕 竟然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回到家 母亲给他做了香喷喷的土豆炖粉条 亲眼看着他把饭吃完后 又拿出了珍藏版的神仙水让他喝下 说是可以强身健庭 生下更健康的宝宝 听见母亲这番话 懵懂的男孩也没有继续追问 直接一饮而尽 小男孩名叫杰克 这天他正在海里游泳 突然发现水下好像有什么东西 走近一看才发现是具尸体 上面还缠绕着海星 受到惊吓的他赶忙跑回家 将这件事告诉了母亲 母亲听到后表情淡定 还说大海总是会让人产生联想 他一定是看错了 不死心的他 又将这件事告诉了朋友 但朋友也不相信他的说辞 他只好将自己看到花在本子上 第二天 母亲为了打消他的疑虑 亲自带他到那片海域查看 但是却只捞出一只红色的海星 为了证明自己没看错 杰克又跑偷偷到海里 但是找了很久也没看见尸体 这是一只巴掌鱼想要攻击他 受到惊吓的他连忙浮上水面 却就和母亲来了个对视 心虚的他只好再次潜入水里 一个不小心 手掌被水里的岩石划出一道伤口 好在母亲及时将他救了上来 随后小岛的护士为他缝合伤口 但奇怪的是 没有打麻药的他 竟然感觉不到一丁点疼痛 到了晚上 诡异的事情又出现了 只见小岛的女人纷纷走出家门 提着灯笼来到海边 而此时杰克的母亲也从黑暗中走了出来 怀里正抱着那具尸体 女人们也全部围了上来 似乎在举行某种祭祀仪式 第二天一早 杰克和朋友来到海边 他们捡到了一个红色海星 但他似乎有些害怕 朋友嘲笑他是胆小鬼 愤怒的他和朋友打了起来 好在家长及时赶到 将两人分开 等他们走后 杰克越想越起 直接拿起石头将海星砸个吸碎 奇怪的是 他的鼻子竟然流出了鲜血 母亲也在这时走了过来 诡异表情 随后他就被母亲带到了医院 护士先是给他做了常规检查 紧接着就他手臂上抽取了一管血液 男孩问他们 自己是要死了吗 护士并没有回答 而是将他带到浴室想要给他洗澡 在他弯腰时 护士发现了他的画册 打开一看 里面画的竟然是自行车和木马 但这些东西小岛上并没有 这个男孩正在做避抄 他的肚子里居然有一个婴儿 而男孩妈妈看到这一幕 竟然欣慰地笑了起来 随后杰克被送到了病房 里面住着一群和他同龄的小男孩 他们的体内都注射过药剂 但他们都以为自己身患重病 但只有杰克坚信自己没病 回到家后 母亲按例给他喝下神仙水 晚上 他突然听到外面传来声响 于是好奇地出门查看 可眼前的一幕却让他彻底惊呆了 只见一群赤裸的女人正躺在海边 抱着一个婴儿相互摩擦 而他的母亲也在其中 受到惊吓的杰克赶忙跑了回去 假装已经睡着 可没过多久 楼下就传来了母亲洗澡的声音 他没忍住好奇又起身查看 当他走到楼下时 透过门缝 竟然看到母亲后背上长满了吸盘 就在这时 母亲似有所感 直接转过身和杰克来了的对视 就这样他又被送到了医院 医生经过一番检查 发现杰克体内的胎儿已经成形 等他回到病房 发现之前的小伙伴都不见了 只剩下一个新来的 他告诉杰克 他们都被送上了手术室 之后就再也没回来 医院的医生和护士 会经常围坐在一起 面无表情地观看泼妇产视频 但还是有很多男孩死在了手术台上 而从他们体内取出的胚胎 都会放在装满水的容器 晚上杰克在病房睡得正香 一旁的护士正在偷偷观看他的画册 因为上面画的所有东西 都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 很快杰克醒了过来 于是护士递给他一支铅笔 准备让他继续画点别的 杰克只画了一个摩天轮 但当护士问他这个是什么识 男孩又并不清楚 这只是他凭着脑海里的记忆画出来的 第二天 母亲给他送饭 又是一如既往的土豆粉条 但这次他并不打算地吃 于是他母亲不注意 将它吐在了床单上 两人争执间 母亲突然发现了他的画册 看完后非常生气 于是就让医生将杰克强行带走 这是一座诡异的荒岛 上面全是女人和年轻的男孩 为了繁衍后代 女人们抓来男孩进行人体研究 想要他们生孩子 等杰克醒来后 一群男孩围了上来 他们拿出自己的画册 是自己的妈妈 心存怀疑的杰克决定去寻找真相 他走到一个房间 发现里面的水箱中正躺着一个男孩 他的双手双脚都被绑住 就在这时 一个人引一把将他拉走 等他醒来后 发现自己已经躺在水箱中 手脚也全部被绑 两个婴儿正趴在他的肚子上 吸食着他的养分 就在他奄奄一吸食 故事将他救了出来 也向他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 在很久之前 这座岛上住着一群疯狂的科学家 他们将人的基因和海星相结合 想要培育出一种超级基因 可结果实验失败 科学家们全部离开 将用作实验的女人留在了岛上 然而由于基因突变 这些女人失去了生育能力 所以偷偷抓来一些男孩 用神仙水给他们消除记忆 再将婴儿的胚胎植入他们体内 想让他们生孩子 听到这些的杰克来到病房 准备将这件事告诉他的小伙伴 但当他走到病房 发现小伙伴已经奄奄一息 还没等说出一句话 就直接口吐鲜血死在了病床上 他赶忙找到护士 想让他带自己离开 护士也对外面的世界新生好奇 于是带着杰克潜入水中 准备离开这个地方 不知道游了多久 两人最终爬上了一条小船 护士给他喂完水后 他看着眼前的小岛 一句话也没说 直接纵身一跃 跳入了水中 或许在最后关头 他还是觉得小岛的生活 更加适合他吧 就这样 杰克独自一人在海上漂泊着 天也逐渐黑了过去 他终于看到了不远处的光亮 回到了灯火通明的城市